现在是小璐暖心鼓励电话停时间 然后我今天准备打一个电话 给一位青春制作人 然后现在心情还是蛮紧张的 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不会不接吧 好尴尬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这里是青春有女二小璐 鼓励电话停时间 什么 这里是 陆克然 这里是 陆克然吗 对 我是陆克然 哈喽 哈喽 哇 我开心吗 开心吗 开心 我也很开心 就是 嗯 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鼓励的话呢 有 人家 我 打开我的备忘录 因为怕太紧张 没事放轻松 随便说 随便 随便 讲 讲一些 你最想对我说的话吧 这是我第一次中这个奖 然后 我感觉你在念新闻稿 好 我继续听 好 你说 你的努力 我们都看到了 嗯 你永远都是舞台上最闪亮的那一颗星星 永远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光芒 然后希望可可一直 相信自己 然后开开心心的 我会开开心心的 你也要开开心心的 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 好 好 就是 注意身体哦 然后 上班 上班要劳逸结合 嗯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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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暗示上向的 我一定会奔向 你走上 冰锋的时刻 我也会等你的 加油哦 好的 我会加油的 你也要加油 嗯 好 照顾好自己 嗯 嗯 拜拜 拜拜 嗯 嗯 我以为我自己会很紧张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 很放松的状态 去跟他打个电话 就感觉像自己的朋友 可能很久没有打电话了 对 然后 我觉得他还是可能会蛮紧张的 然后就 还是很希望他跟我分享一些 就是 很让他开心的事情 然后这样我也会很开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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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